大家都知道窦维是王妃前夫 婚内他出轨小三 离婚后娶了真爱高原 长女窦进同次女窦家园 长成了音乐莲芝的两生花 2006年卓维一篇不实报道 惹怒了窦维 起因是窦维拒绝了卓维的采访 之后窦维的八卦 便频频出现在报纸上 称窦维每月只给女儿500元生活费等 诸如此类不实传闻 窦维爱女之心无处安放 冲进新京报社要找人理论 而卓维躲着不敢露头 一怒之下窦维砸了编辑部 随后点火烧了卓维 停在楼下的车 做完这些他乖乖在原地 等着警察的到来 他事后表示 做这些只是为了想让警方介入 给大众一个真相 但此事过后窦维声名狼藉 而卓维离职创立了工作室 混得风生谁起 由于父亲是搞明月的 窦维从小就很热爱音乐 父亲也成为了窦维的音乐 启蒙老师 五岁时窦维就学会了吹笛子 六岁在幼儿园进行了笛子演出 母离婚窦维迷上了摇滚和霹雳舞 他还自学吉他和打鼓 当时没有教材 只能买磁带慢慢摸索 这也展示出了 他极高的音乐天赋 18岁窦维考上了北京青年音乐团 开始四处走学赚钱 那时黑豹乐队的主唱出走 一次表演中窦维一曲《威猛》 他的声音轻量燎远 令台下黑豹吉他手郭传林震惊 在郭传林的死缠烂打下 19岁的窦维成为黑豹乐队的主唱 他包揽了多数歌曲创作工作 给黑豹乐队增添了许多新鲜血液 黑豹乐队时期的窦维 认识了号称摇滚玫瑰的江星 窦维对江星一见钟情 随即展开猛烈的追求 江星中被窦维的个性才华折服 两人便陷入了热恋中 为了追求音乐 江星从北京经济学院退学 决心做一名摇滚女歌手 江星父母虽对女儿的选择不满 但也表示尊重 二人已经见过家长 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王菲本是乐队鸾树的女友 当时王菲刚到香港学习音乐 经常一有机会就飞往北京 当时的窦维一直在 王菲和江星之间摇摆不定 一次乐队聚会 窦维出去买酒 王菲也一起出去 两人一晚上都没回来 窦维觉得愧对兄弟 而不得不离开了黑豹乐队 离开黑豹乐队后 组建了做梦乐队 1994年内地摇滚乐队 在香港红看体育馆 召开演唱会 窦维第一个开场 演出效果空前绝想 但自此之后窦维走了下坡路 因为坚持自己的个性和创作理念 不愿接受公司安排 窦维的音乐之路越走越窄 两次离婚风波 也对他的事业打击很大 1996年窦维与王菲凤女成婚 婚后王菲因工作原因 不得不两地妃 妻子常年不在家 另一个女人趁虚而入 摄影师高原与窦维在1994年就认识 跟王菲关系也不错 一对男女不顾一切的好上了 后来一次王菲跟着那英回北京 进了家门发现雀巢纠占 高原挑衅地望着她 那英看不下去冲着高原大骂 窦维解释说是一失糊涂 一旁王菲泪流满面彻底醒悟 回到香港立即申请离婚 争取女儿抚养权 1999年窦维与王菲正式离婚 离婚后高原一直陪伴窦维 因为插足了天后王菲的婚姻 她被杂志社辞退 这时窦维将罪名揽到自己身上 2002年两人正式结婚 生下女儿窦家园 高原在家带女 很快便受不了日复一日的枯燥生活 当初看上的就是窦维的风光 如今窦维落魄二人便正式分手 高原带走女儿 以及108万元抚养费 两次离婚窦维反思 自己感情生活太混乱 不适合婚姻 两段婚姻都失败了 窦维的两个女儿 新二代的窦镜彤 从小一事无忧 从小只知有母 不知有父 她口中的爸爸 不是窦维而是李亚鹏 李亚鹏把她当成亲生女儿 离婚后 王妃没跟女儿说过前夫半句不是 但提起陌生的父亲童童 总觉得尴尬 妹妹窦家园不同 窦维十分宠爱她 为了让妻女过得好一点 甘愿到酒吧住唱 离婚后 窦维每周末 都会把女儿接回家 一起度过美好时光 姐妹俩一人负一人评 同样对音乐 有着近乎痴迷的追求 长大后窦镜彤 向娱乐圈发展 两人同样爱唱歌 爱染发精通日文演唱 姐姐不羁的眼神 像足了窦维年轻时的样子 而妹妹虽染了金色短发眼神 也是单纯 2019年 窦维发了三张新专辑 窦镜彤唱了 同酒时 妹妹唱了 定会员 有父亲助力 姐妹俩在乐坛上的发展 更快乐 窦维虽自己落魄不堪 却给女儿们在北京二环内 买了两套房做嫁妆 窦维的遗传基因太厉害了 在音乐之树上 点燃了一束两生花 燃烧下一代的心灵与青春 感谢观看